全球半導體矽晶圓2020年出貨量達124.07億平方英寸 年增5% 為歷史次高水準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表示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 但在12寸晶圓的穩定需求 及下半年表現相對強勁帶動下 全年矽晶圓出貨量仍成正成長 美國財富雜誌公布2021年 全球最受遵從企業前50大排名 從超過1500家企業當中選出332家企業 評分項目包括投資價值管理品質 產品社會責任真材能力等9項 蘋果連續14年穩座冠軍寶座 台灣今年共有3家公司近榜 分別是華碩 台積電及廣大 台積電守住半導體產業第二名 半導體類別第一名是輝達 中共當局對科技業掀起反壟斷潮 加強監管 而中國字節跳動公司2號宣布 旗下抖音已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交訴狀 提告騰訊壟斷 限制用戶分享抖音的內容 求償約新台幣4億 義大利總統辦公室表示 歐洲央行前總裁德拉吉 將獲徵詢出任新營任總理的意願 德拉吉在2012年歐債危機高峰時穩住歐元 如果他接下總理議職 首要任務將是設法控制意大利的債務 與帶領經濟復蘇或徵詢的消息 一度使歐元對美元升值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